气温上升 人容易犯困 开车上路就要避免疲劳驾驶 否则很容易引发事故 近日G15神海高速温州方向 临海北不到三公里左右 发生了一起疲劳驾驶的事故 一辆半挂车突然冲向 硬路肩护栏冲出了高速 5月17号下午3点左右 台州高速交警接到事故报警后 立即赶往现场处置 在事故现场 11米高速护栏被连根拔起 一辆半挂车冲出护栏10米处 货物散落 司机黄某因寄安全带 只是手部受伤 其他并无大碍 在民警的帮助下 黄某成功从驾驶室撤离 并被护送到了高速出口 由救护车送医救治 这个事故怎么发生的 方向失灵 没有方向 方向失灵 没有方向 就直接冲下去的 直接就冲下去 有没有睡着之类的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的 面对交警询问 黄某失口否认自己疲劳驾驶 称车辆方向突然失灵 才冲下了高速 但经民警核查 急再三询问 黄某最终承认 自己疲劳驾驶 导致了事故发生 原来黄某因为要日夜 照顾家中病人 这几天一直没有好好休息 事发前一天 接到出车任务 就硬着头皮开车上路 车子从苏州开出后 三个多小时 感到十分疲惫的黄某 在新昌服务区 休息了一个小时左右 又继续赶路 没想到开到事发路段时 因困意再次来袭 一迷糊 半挂车就撞向高速硬路监护栏 冲出了高速 所清事故后黄某受伤不重 最后黄某因疲劳驾驶 造成事故的行为 被处负事故全责 并被处罚款200元 目前事故仍在进一步处理当中 记者杨芳红编辑报道 冲出了